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卷 店家卻不賣 原來每次至少得買一串 等於是買五卷 牛五八 你說的一卷是像這樣 那就是你們是只有一串這樣 對 一次都是一串 一次都是一串 老闆教起串和卷的差別 還說每次就是要買一串 五卷要花六十五元 儘管一卷是十三元 卻買不到 對啊 有時候只想吃一點點 其實是不貴啊 只要看人多不多 對啊 吃得完才會買 是一卷十三元 我因為它便宜 所以我來買 可是如果去的時候 你跟我說你至少要幾卷 五卷 那我就會認為是說 那就變成說 你是騙我來到這個地方 你才跟我說實話 大部分消費者 都是因為每卷十三元 才會走進攤子 業者遭質疑 釋還 文字有戲 我確實是每卷十三元 沒錯 可是因為方便的話 我們就是一次 都是五份無客的書 強調取消單卷賣 是為了兼顧品質 才會改成以五卷為單位 購買前也會說明清楚 不會強迫顧客消費 只是招牌的每卷十三元 恐怕還是要更改 才能避免誤解 三零新聞 現實上的家宣 拍不到